东海之边钓龙仰豹鱼 在我手上吸呢往下 对对对 黄海之盼撑干养紫菜 哇 紫菜长这样啊 这片辽阔的大海正在变成蓝色粮仓 在发展海洋产业的路上 看邦邦团专家如何帮渔民走出困境迎接丰收 本期节目为您带来七彩丰收 蓝色粮仓庆丰 中国是海洋大国 漫长的海岸线上 无数人正在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让一望无际的大海变成一座座蓝色粮仓 南日岛地处福建沿海中部 东海之滨 盛产多种海鲜 其中鲍鱼最为出名 是我国鲍鱼主产区之一 因此南日岛也被称为鲍鱼岛 杨国荣正是众多鲍鱼养殖户中的一员 但是最近他却遇到了麻烦事 求助人杨国荣 求助问题鲍鱼长得慢 个头小 接到求助 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鲍鱼在哪儿啊 鲍鱼在这边 是在绳子底下呀 对 我看 挂在绳子上面的 黑色的箱子 当地一般采用网箱调养的方式养殖鲍鱼 五层网箱连成一串 可以住进200个左右的鲍鱼 杨国荣养的鲍鱼叫黄金鲍 学名绿盘鲍 它生长速度快 个头大 普通的鲍鱼养三年 只有二两左右 而黄金鲍则能长到半斤 因为鲍鱼喜欢生活在水流湍急 氧气充分的海水中 为了不被水流冲走 它们进化出有力的肉足 可以像个吸盘一样 牢牢吸附在岩石壁上 正是这强大的肉足成为了人间智慧 在当地鲍鱼的吃法很多 清水煮鲍鱼最简单 也最能品味鲍鱼的鲜美 小麦你尝尝我们这边的鲍鱼 吃的颗感怎么样 好鲜啊 关键是有嚼劲 尤其中间这个地方 你看 这一块咸是肉 这个肉很肥 除了清水煮之外 鲍鱼还可以与鸡肉搭配 做一锅鲜美的鲍鱼鸡汤 鲍鱼切花到入味 与五花肉共同焖煮 就成了一盘下饭的鲍鱼红烧肉 而这些美味的背后 饱含了鱼民海上耕耘的艰辛 他们并不怕辛苦 而是怕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 我们3.0拉下来的 有的长得六七厘米 有的长得四五厘米 也就是说有的大有的小 对对对 这个是大的 这个是大的 这个应该有七厘米左右 这个呢 这个小一圈啊 这个有五厘米左右 小的有白范有四十左右嘛 你拉过来的时候 它的大小是一样的 对 这些鲍鱼是杨国荣去年十月份 购进的三厘米大的鲍鱼苗 原本养一年左右 规格达到十厘米就可以上市 而在相同的养殖条件下 这些鲍鱼却有将近一半 出现了长得慢 个头小的情况 而这些长得慢的鲍鱼 长到一年左右 最多能有六七厘米 十厘米长的鲍鱼 一斤可以卖到六十多元 而六七厘米的最多能卖四十元 这样算下来 杨国荣将要损失三十多万元 说话间 到了给鲍鱼喂料的时间 那你这平常怎么喂啊大哥 龙虚菜的季节道 就是喂龙虚菜 这个海带的季节道 就是喂海带 就地取材是吗 自然状态下 鲍鱼主要以各种枣类为食 而南日岛养殖龙虚菜 和海带的人很多 这也就成了养鲍鱼的饲料来源 每一盒是放多少 每一盒就放了一斤多 直接放进去 我自己试一个 很重 这里多少斤 二十两斤左右 腰疼 两千串鲍鱼无法一天喂完 杨国荣一般分为三天投喂 每次喂上三天的饵料 即使这样 一天要喂六百多香 也非常辛苦 而饲料成本 每天还要花费三千多元 压力面前 杨国荣该如何坚持下去呢 为此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 找到了一位熟悉鲍鱼养殖的帮帮团专家 帮帮团专家陈春珍 鲍鱼养殖12年 年生产商品鲍鱼2700万个 经验丰富的帮帮团专家 能帮杨国荣解决难题吗 油的长得很快 油的长得很慢 我看一下 小的比例上比较多是不是 百万有40 那你这个数量有点偏多了 正常的话 小的应该有多少 百分十五左右 那大哥这个多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么多鲍鱼长得慢 大小不一呢 陈春珍拿起一只鲍鱼 检查起来 我刚拿出来 它可以系在这边 它这个算是比较健康的 能吸住 排除了鲍鱼的健康问题 陈春珍又借助无人机 观察了整个海域的养殖环境 同样没有问题 那原因到底出在哪呢 一番排查之后 陈春珍停在了鱼排中间的位置 情况怎么样 你这个混水量好像不够 你看这个 我们要看这个深深的 佩的那个斜度 如果佩的斜度 那个差不多有个45度 它这个超级是刚刚好 不过像我们这个水质的 那就这个嘴体结婚了 它就不够 网箱钓绳的倾斜角度 是在海水流动的作用下形成 钓绳倾斜角度越大 说明水流速度越快 水体交换量也越大 所以陈春珍根据网箱钓绳的 倾斜角度判断 鱼排中间的水体交换 并不理想 不够就影响那个鲍鱼大小了 影响它鲍鱼是耳鱼 水体交换量 关系到水中的溶解氧含量 一般来说 水体交换量越大 溶解氧含量越丰富 鲍鱼要想正常生长 要求溶解氧 在每升海水4毫升以上 否则就会因为缺氧 导致鲍鱼生理代谢活动变慢 菜食量也会随之降低 鲍鱼吃得少 长得也就慢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 陈春珍随机打开了一串 当天还没投喂的网香 这边你看剩鱼的额鱼也挺多的 我觉得跟今天刚喂的没什么区别 前三天喂的 你怎么看出来它这个是剩的 我们那个亲切的是那个浑瘦的 你看这个都变色 水体交换量不过 鲍鱼吃的是比较慢 在适宜环境下 5到7厘米大的黄金豹 每只每天可以吃4克左右的饵料 一层网香40克左右的鲍鱼 三天内应该能将投喂的 一斤饵料全部吃光 而陈春珍却发现 很多靠中间的网香 三天前投喂的饵料 现在仍有大量剩余 为了证实这些剩余的饵料 跟换水量不够有关 陈春珍把杨国荣带到了鱼牌的外围 鱼牌最外围的网香 没有东西阻挡 水流较大 水体交换量符合要求 这里的饵料有没有残余呢 你看这笼子里面这么干净 对啊对 我们这边水体交换量过 吃饵料吃得快 它都吃光了 这边的鲍鱼肯定那个比那边的要大 你看这个个头确实不小 比刚才我们那边那个大得多了 经过多次查看鱼牌中间和外围的网香情况 发现差异确实很大 由此陈春珍基本断定鱼牌中间的水流过慢 水体交换量不够是导致鲍鱼小的主要原因 不过鱼牌中间与外围水体交换量有差异是正常现象 并且杨国荣养殖的前两年鲍鱼生长都比较正常 为何今年却出问题了呢 以前你这边那个这些鱼牌一共延了多少 延了一千五左右嘛 今年又添加差不多两千左右 难怪你这个就是密度偏高了 按我们标准的我们这边是一匹鱼挂个自创 因为对养殖密度了解不够 杨国荣的鱼牌上每平方米都挂了七串左右鲍鱼 海水的流动速度被密集的网香层层阻挡而变慢 水体交换受阻 越靠鱼牌中间越明显 这才导致了问题的发生 那你这边说话这个鱼牌 再给它那个增加鱼牌 把这个密度高的给它以那边起 增加鱼牌意味着要追加投入 这让杨国荣有些犹豫 为了打消他的顾虑 陈春珍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参观 希望他能转变思想 我带你们参观一下 我这个疫苗场 从海面养殖转移到室内养殖 是陈春珍为避免天气影响 所采用的一种养殖模式 可以通过循环水和增养设备 来给鲍鱼提供更适宜的生长环境 我拿这个大鲍鱼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一下 哇 这这么大 天哪 你看 你看这鲍鱼这么大 我觉得这 这不只是手掌大小是吧 哇 这就真的是太大了 那个很灰啊 你看灰度很好 这个南洋啊 在我们本地的也很难看到 很像木很像木 养大国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那个标准的铁牌 真是的这个挺斜度你看 往那边飘 都是斜的 都是斜的 那边都是水质的 我们这边过去 这边过来一平米 好 总共才挂了这四个 一二三四 哎呀呀呀 哎呀呀 个头跟你那边比一下 什么呀 嗯 个个都是平大 大小挺一致的 是是 你们像这样就会赚了 那个笼子里面不算来料 还是里面这边好 嗯 那你回去有深感深感一下 正经那个尽量也要好几个 多一下 对 经过参观 杨国荣转变了思想 回去之后 他便购置了新的鱼牌 相信不久之后 他就会迎来属于自己的丰收 从东海之滨 沿着海岸线北上 来到黄海之畔 条斑紫菜迎来丰收时刻 在这海上菜园里 养殖户又会遇到什么难题 丰收时刻 他养殖的紫菜 却离奇消失 怎么都光脱脱的了呀 光是网子了 帮帮团专家现场诊断 能否帮他找出 紫菜消失的原因 你看边上这一块 也马上要脱落了 你看 帮服正在进行中 不要走开 稍后精彩继续 紫菜 一种来自海洋的藻类 它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 在我国 以长江口为界 南边的海域生长的 都是潭紫菜 我们常用来做紫菜 大花汤的干紫菜 就是由它烘干而成 而北边的沿海地区 则以养殖条斑紫菜为主 相比而言 条斑紫菜更加轻薄柔嫩 经过调味加工 就变成了美味的海苔 天还没亮 养殖库香安园 已经收拾好渔船 准备出海 三年前 他从一名捕鱼为生的渔民 转行养殖条斑紫菜 丰收时刻 他却因为紫菜脱落的问题 备受困扰 本期节目求助人 香安园 求助问题 调板紫菜脱落 产量低 接到求助 帮小妹跟着香安园 来到了她的养殖海去 好多杆子 这些杆子就是把这个紫菜 整个把它撑起来 就是撑干式养殖 浮球 你看这一圈的浮球 把这个绳子 整个把它拉起来 然后挂上这个网帘 紫菜就长在这个网帘上面 在这海上菜园里 日常管理都需要用这样的小船 跟着香安园 帮小妹来到了养殖局里面 它在水里是那种毛茸茸的感觉 捞下来看一下 紫菜长这样 它是软软的 滑滑的 它是怎么附着在这个网子上的呢 它这根就长在这个网帘的上面 它有根 很小 你看不到 紫菜的根其实是甲根 也叫固着器 上面长着许多根丝 可以附着在苗绳上 和陆地上的植物不同 紫菜的甲根只有固定作用 吸收营养 则是靠它们叶片一样的藻体 就是这些本应附着在苗绳上的紫菜 现在却出了大问题 你看这一片网子 现在这个苗都没有了 有真是 它就脱落了 就没有了 这怎么都光秃秃的了呀 光是网子了 对 之前我们挂苗的时候 这个紫菜长得可旺盛了 采过一两茶以后 慢慢慢慢就变严重了 直接现在就到了这种情况了 在整个养殖区 紫菜脱落的网帘 能占到三分之一左右 这给它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我总共养了十个方子 这一方三十多抹 正常的情况下能采五吨多 现在也就三吨多一点 就是说这小苗一万多 将近两万块钱了 我这十方就是采这一次 对这小苗一二十万 紫菜小苗投放以后 只要长到15厘米左右 就可以一茶茶采收 整个生长期可以采五到六茶 而当下采收的才是第三茶 如果这种脱落的情况持续下去 香安源的损失将会更加严重 帮着采收工人 把紫菜装上大船 香安源没顾上休息 又撑着小船进到了养殖区 这不刚采收完吗 我们就要把这个方子 撑起来给摄一下 原来每次收获后 香安源都要趁着长巢 把网帘固定在长杆上 这样到退巢的时候 网帘能露出海面 这项管理称为干出 这也是在模拟紫菜的自然习性 就像它们生长在沿海的礁石上一样 随着潮涨潮落也会不时露出水面 晒晒太阳 有利于紫菜健康生长 每个方子有三百多个网帘 把它们全部挂到长杆上 要耗费香安源和工人们大半天的时间 忙完这项工作 天色渐晚 香安源要立刻赶回码头 把今天采收的紫菜卖掉 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 海上劳作虽然辛苦 但相比以前当渔民 靠捕鱼为生的日子 现在的事业让它觉得更稳定 谁知却遇到了紫菜脱落的问题 让它备受打击 为了帮香安源解决难题 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 找到了一位熟悉条斑紫菜养殖的帮帮团专家 本期节目帮忙团专家王翔健 养殖基地2000多亩 年加工紫菜片4000多万张 调拌紫菜远早不易储存 要立即加工 经过清洗 切碎 胶质 干燥定型 等一系列工序之后 就变成了这样的片状干紫菜 这个只是半成品 它可以经过高温烘烤 熟化了以后变成寿司海苔 就是烤紫菜 还有就是我们调味加各种调料 沿后我们可以卷上油松 加上植木 加上一股南瓜仁 能做出各种各样的产品 对 各种各样的产品 大哥 为了帮香安园解决难题 第二天一大早 帮小妹带着专家来到了香安园的养殖基地 调上来看一下 脱了那么严重啊 你这损失大了 老师您说这个紫菜长得好好的 它怎么能从网莲上掉下去呢 它这个东西不像植物一样 它这个根系那么发达 就是一旦要说出现不健康了 它这个假根 固着不了那么大的走体 它会造成脱落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调版紫菜生长不健康呢 一番仔细观察之后 王翔剑从网莲上拽下一片紫菜 放在手里搓了起来 这是要干什么呢 搓一搓 搓一搓 表面的附着的东西都能搓下来 你看这都下来了 你看 这个水的颜色变色了 这是紫菜的汁水是吧 不不不 这是硅枣水 硅枣水啊 硅枣是什么呀老师 附着性的一种枣类 附着在紫菜叶面上 正常情况下呢 它是不容易下来 我们通过这个油搓 能把上面一部分硅枣 能搓下来 它里边浓度非常大 挤出来的水啊 就是咖啡色 茶色 正常紫菜 是没有这个颜色的 它水是清的 海洋里有很多肉眼看不到的微小枣类 需要附着在其他生物身上生长 硅枣就是其中之一 它附着在调版紫菜身上之后 就像庄稼地里长杂草一样 会跟调版紫菜争夺营养 影响它的正常生长 为什么香安园这里的紫菜 会附着上这么多看不见的硅枣呢 不远处 一个正在干出的方子 吸引了专家的注意 平时那干出是怎么干出的 昨天不刚采完菜吗 今天就把它晒起来了 平时就是说每次都晒两三天 每天就是干出个两到三个小时 就是你采完菜以后 就是每天晒两到三个小时 连续晒两到三天 对对对 你这远远不够 不够啊 在香安园看来 干出就是让阳光给紫菜杀杀菌 难道这项管理与硅枣还有关系 原来干出不到位 紫菜上的硅枣没有被晒死 就会越附着越多 最终影响紫菜的健康 可是这硅枣肉眼根本看不见 专家的说法如何让求助人信服呢 为此王翔健取了一些样本 然后带他们来到了连云港市 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的实验室 调板紫菜上究竟是不是像专家说的那样 附着了硅枣呢 你看看看 听说了吗 长这样 对 它就像这个扇子一样 它都靠那个三角形的底部 附着了紫菜叶片上 这个有多大呀 大一点呢有600多微米 小的也就200甚至有100多微米 那这么小的东西它为何有那么大吗 对它的繁殖能力是非常快 一般都是一分为二 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越来越多 它就是它附着到最后呢 它把这个叶片整个给包裹住了 到最后这个紫菜的叶片光合作用 和这个透水镜吸收营养 它都受煮 到最后紫菜的话几乎都没有 就是没有生长能力了 到最后就脱落了 这种还有办法解决吗 有办法 增加这个暴散时间 干露时间 那项岸园下一步 究竟该如何进行干出管理呢 专家决定 先带它到自己的养殖基地 去看一看 这个紫菜长得你看多茂盛啊 王老师 你这个产量肯定很高吧 这个产量 我们的一方三三模 就是正常现在的产量 就是6到7吨 一产有7吨 它比我的产量高多了 差距就出来了 我拉上来看一下 对 看看 这个菜你看找的 这个确实是多 看一下这个硅枣情况 搓一下看看这个 对 这个你看 比你那个都轻多了 这个菜水是轻的 是 它没有那种茶色 对 紫菜长得好 主要得益于干出方法得当 这边网联掉的高 这干出了 这才能达到真正的干出的效果 去除这个硅枣啊 就是杂枣啊 是最有效的 干出管理 王翔建会根据潮汐规律 在海水涨潮到最高的时候 把网联固定起来 并且会尽量提高网联的高度 因此 每天的干出时间 至少能延长两个小时以上 正常我采完菜以后啊 连续干五到七天 每天的时间呢 我根据早期的状况 一月份到二月份啊 不是水温 就是比较低嘛 规则爆发期 正常时间呢 我基本控制在五小时以上 如果这个菜呢 别说感觉是没问题了 我们为了生长速度快一点 放了三个小时 这样定的 找到了解决办法 香安园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回到自己的养殖基地 在专家的指导下 香安园重新调整了 紫菜的干出时间 得沙沙拉 掉高一点 那比平时啊 多个五六十公分 庚海沐鱼 把广阔的海洋 变成了蓝色粮仓 这些来自海洋的味道 走上餐桌 让中国饭碗更加丰盛 这正是属于大海的丰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